好,我記得之前答應過一些朋友拍一些片給他們分享一下結他的玩法 因為之前實在太忙了,所以真的沒有時間可以坐定拍這些短片給大家 我記得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我之前是答應過大家拍小火子的tutorial 所以你們看這個題目,沒錯,我今天這段影片就是想分享一下小火子的玩法 小火子其實是一首E-Key的歌 如果我沒有估計錯的話,一些比較新上手玩結他的朋友應該比較少接觸彈E-Key的歌 因為我自己初頭學的時候,我都覺得E-Key是比較多bar chord 很難按或者很難處理得好 如果一些新玩結他無奈的朋友又想快點上手唱一下sup time moment的小火子試彈自唱的話 這個時候又是出動CAPO幫你們的時候 把你的Key夾在吉他第四格 沒錯,是第四格 然後彈一個很漂亮的C chord 這個已經是一個正常的E chord 你彈無論任何C、G、Am、Em、F、Dm、G 即是一些C major scale的C chord 就已經會成為一個E major scale 好,這段影片的Part 1 我首先會講一下intro怎樣玩 因為小火子這首歌都很長的 所以我分開幾段影片拍攝 第一個C chord C chord之後彈五和第一線一起彈 接著第三線 然後尾指放到最後第一線 夾在一起做 五一三一 OK,第二個 chord 放開食指 C major 7 五二線 第三線 尾指第一線 兩個 chord夾在一起是怎樣 OK 好,第三個 chord C7 平時C7是C chord 然後加尾指在這裡按 但是這次為了方便玩 我們將手指全部調整 在擺位置 只按上面這三格 然後尾指再加上第二線的第三格 這樣你就可以做到跟圓曲很相似的感覺 那這個 chord怎樣彈呢 又是五二線一起彈 五二線 接著第三線 然後呢 然後呢 彈一隻尾指出來 按到第一線第三格 OK 三個 chord夾在一起 好,接著呢 第四個 chord A sub 2 A sub 2 即是A chord 然後不按這顆 這樣就A sub 2 然後 食指和尾指 這個位置要靈活變動 食指按下去第一線的第一格 然後跟第五線一起彈 即是五一線一起彈 然後放開食指 然後尾指按下去第二線的第三格 做一個A sub 4 然後再彈第一線 整個 chord加起來就是 整個 chord加起來就是 OK 四個 chord來一次 好了 最最後就是一個D minor chord 然後再加一個G chord 那這兩個 chord 其實就沒有一個特定的圖 那如果有 之前有學過 結他少少底的朋友 就可以用 最基本的T1 2 1 3 1 2 1 就是一個Bass line 然後下面那三條線 OK 很簡單 就將整個小火指的intro 完成了 趁有少許時間 我整個intro再做一次 OK 下一段影片 我會再講一下Vers and Chorus的部分 因為我要為了清楚 看到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我這次要 唯有用電話的前鏡頭 所以可能 影片的Quality會比較低一點 但是 不要緊的 如果不明白的話 可以回到網站 或者在Facebook的Page 留言問我 我都可以的 OK